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2号 星期二 咱们这集讲一讲 我怎么都不那么好 咱们这集讲一讲宋丹丹和英达 好吧 咱们因为他们两个比较近 就一起讲的了 然后可能讲的有点多 所以咱们今天可能就先讲一集 讲一些 然后以后有机会再往下 延伸好吧 那许志先生您讲 您先说说 您怎么跟英达认识的 你不介绍一下他吧 不用介绍 大家都知道 这俩人 宋丹丹和英达就不用介绍了 英达就拍什么 我爱我家 是吧 宋丹丹全国人民都知道 对吧 当年刚有春晚的时候 他就是超乘游击队 是吧 然后后来就跟赵本山演了 各种什么黑云白土 就是人家唱歌要钱 你唱歌 你唱歌要命的 宋丹丹不容介绍了 宋丹丹和英达 我现在怎么 我完全看不见我自己 我把那个关了 你知道吧 要不我开着摄像头 我开着摄像头 我开着摄像头 然后架着你们 看着舒服一点 对 行 对 我本来说有点乱 现在没关系 就这样吧 咱们 咱们就是白云与黑土 咱们就完全是原生态的 是吧 行啊 您说吧 说怎么跟英达认识了 当年 当年跟英达认识 好像是这个是谁 是谁给介绍过来的英达 想想 应该是 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也是一个明星吧 介绍过来的 这个英达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导演 确实拍了很多很好的戏 也确实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官方后来就不这么喜欢了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 这个 也确实培养了很多徒弟 包括什么宁台神 这个什么古灵万传那些导演 都原来都是他的徒弟 他原来有一个团队 开创了中国清津喜剧 室内剧的这个 是先河 非常有才 大才呀 大才 而且这个家学院员的父亲应用神 原来当过文化部长 当过仁义的院长 是个我很钦佩的人 这个人呢 这个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这个我是想要讲讲什么呢 也没有什么也不算什么负面的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代 因为大家都一一向前看嘛 还是那个话 这个江温时代 大家都一一向前看 这边容易也导致一些这个人的个人膨胀 就觉得自己是万能了 干什么都行 专业也就觉得辛苦 挣钱少 就人人都开公司 几乎所有的这个 演员啊导演啊都开公司了 只是现阶段后来就觉得开公司不行都破产了 几乎一百个九十九个破产了 就是这个这个都变成工作室了 就是该干什么 干什么 企业运营管理 投资 市场策划推广 还是要有专业的人来干 不是你说你能当好一个好演员 当好一个导演 你也就什么都能做 他身上这个事就比较 比较典型是吧 这个 他当时找我朋友就要找我呢 其实也是有事 这个当时北京啊 保丽华裔那个老板叫董平 现在好像是什么文化工作的老板吧 董平有一次这个这个这个 他自己不是开了兵 不想多挣钱吗 什么这个自作啊 投资啊 什么什么演员管理啊 什么 全部自己来 这样不是这个成本控制的第一季 然后加上利润高嘛 这个 董平就答应收购他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呢 有三十多期 但是要求是他电支制作 就是说你电支 然后我将来你都做好了以后 我这个全额收购 市场推广发行 我来付这个 这个文人嘛 特别像英达这样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性情中人 英达这个人品非常好 文化出的也很高 但是这个商场 这个董平纯迷纯迷纯迷就是经商出身的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混成成文化名人了 那跟他这个这个打交道 那家伙不留心眼 那个人呢 那可是要捧场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英达呢 就答应了 就以他的这个在演艺圈的这个地位 他的感召力 他的人脉 就找了很多人来拍这个节目 拍这个戏 费了九牛二骨之力啊 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基本就制作完了 制作完了以后呢 但是呢 还有好多演员呀 包括这个工作人员 像什么自编组的呢 下面的什么灯光祭物啊等等 还有一个班子嘛 这里面呀 有很多人欠了人家工资 就没有钱 因为他这个项目的总金没有成交 没有拿到这个总金给他的钱 购片的款没有拿到 然后呢 就就就就就就 陷入一种极度紧张的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间长 朋友是朋友啊 这个都要吃饭嘛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是吧 这个大家来钱都是 不是像现在 后面以后啊 那么方便 大家就有点急刺白脸的 要吃饭的 要工资啊 要报仇 更重要的呢 是还不是这个 他当时啊 虽然那些朋友看的面子 他那个投文学生 大家也都知道 都有谁 一帮的什么 什么两天啊 什么那帮的 关系比较好的 什么 当时刚好怎么葛优啊 这个江湖儿 万一都不错 跟他 他算是 你能说一下这个作品是什么吗 啊 他拍的这个作品叫什么 哎呀 这个作品具体的 名字我记不清了啊 啊 我到后来我回忆一下 应该 应该想不起来 啊 然后呢 更重要的 他同时啊 他还拍了一个 一个戏 叫什么 我记得还有一些叫 地下交通传吗 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山东台 哪个台 说完以后啊 就是因为 觉得他这个 考虑到中日友好关系啊 那个时候好像 中日建交多少周年的纪念 我就 一直压着 中间部就不让他剥 那么你也知道 他们这些 这个 已经不是艺术家了 他是当老板了 老板考虑整个这个 资金的这个运行 你的有轮动资金啊 把钱全部花到资座里去了 公司就没有轮动资金了 翻开工资了 欠很多片酬 又欠很多资座费 这家伙就要命了 而且这个期间呢 他在你们天津啊 这个这个 有一个房地产老板 由于对他的敬佩吧 也借了不少钱给他 那边也是等不及了 快一年了 这个也拿不到 他钱也没还 就天天找了一帮人去闹 他在这个昌平呢 有个饮食基地嘛 有个饮食基地 也是租下来的 大概一个史莱姆吧 他平常就在那制作 平常他们也都住那个地方 那就就就就就 他圈里跟他比较熟了 北京的饮食圈都分圈子了 一拨人只做的一拨人 永远你看他这些节目 都是那几个演的 绝不用其他演的 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很很紧张 希望他这个 对他进行一些支持 解他的燃眉之急 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记得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认识的 是吧 因为当时呢 我还注册过一个 在北京算是比较大的 一个 饮食文化公司吧 那个时候 文化公司 饮食公司 大概平均的注册资本 也就是一两百万吧 有的五十万吧 因为都是他们自己 刚出来做生意 刚出来当老板吧 你说这人哪有什么钱啊 我记得同期跟他 跟宝刚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跟他老婆金星一起搞了个公司 反正好多人吧 都搞公司了 但是结果都不好 最后啊 后来都回归自己 还是做自己的导演 做自己的制片 做自己的演员 但是人人都开公司 全国开公司都很热 反正大部分都死了 大部分都不行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下海啊 这个下海经商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人人都能当老板 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当老板 是吧 你是比如说专家 你是某一个专业 你可能会做到全国底下 但是隔行无隔三啊 你这个一下子就跨行了 你要自己管理一个企业 当老板了 要综合进行管理了 那不就是一个 那不光就是一个艺术水平的问题 技术水平的 专业水平的问题 你社会关系啊 方方面面啊 那打交道就多了 就累了 这也是后来啊 就这次的事情的这个 结果不太好 后来就导致他后来就不再 自己就 但是当时您跟英达还不认识那时候 但是有人呢 就是英达那时候 正范南 有人就介绍你们两个认识 嫌让你来帮他一下 对 对 是这样 因为当时这个 他们民事前 因为我们 都在北京嘛 做房地产的 做建筑施工的 公司 刘仲司经营还是比较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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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来借点钱啊 这个 勤求一些帮助啊 我们一般还是会伸出手的 我们院里有些导演说实在话 我也都借过他们的钱 但是呢 我呢 基本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 因为那个行业啊 水太深 我只是借钱 但是我不投资 我不成为投资人 借钱总是要还的嘛 投资这家伙呢 就是利益共享 但是风险共担 我们有好多朋友 投资了一些人的这个电影啊 后来最后就是学本不愧 这个这个 Duck那个时候 只要是 他们圈外的老板 被他们骗你去的 怎样往里投钱呢 基本都死掉了 就最起码这笔钱 基本上 你就不要想拿回来 为什么 那也是那个时候 中国的饮食权 为什么不景气 为什么融资这么难 那个时候 银行的钱一分都不会给他们呢 政府不是也不给他钱 他们全要靠自己投资 但是进去一个老板 就死一个老板 进去一个老板 就死一个老板 那谁还给他投 我想想不然有一点 但是呢 大部分我都采取借款的方式 前面提及不是讲到了吗 就张家瑞 他们也来找我 做资 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好交朋友 也属于性情中人 爱玩 这个 那个时候啊 反正也年轻啊 也不像现在 什么都喜欢 这个 来找吧 那就那就看吧 看情况吧 评风险评过完了以后 该借借 不该借不借 就是这样 那最后 就这么个情况 那最后你借了应答多少钱呢 哎呀 这个就不好讲了 这个就不说了 也没多少钱 啊 啊 就是解得他攒眉之急吧 让他把这些事 暂时 能够坚持到他的那些节目啊 他的电视剧啊 能够 在这个电视台播出啊 能够在外面播出以后 挥了款 好 仅此而已 好吧 那这个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事吧 然后你们俩就认识了 对吧 对 后来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那跟宋丹丹你怎么认识了呢 宋丹丹啊 谈不上什么认识和认识 都是一些偶然的别人的局嘛 那个时候经常有局 经常有人为了拉我们投资啊 或者是希望我们这个借点钱啊 就会经常煮一些局 请一些明星啊 陪我们吃饭 陪我们聊天 就都是这种场合认识 谈不上什么很了解 嗯 英达找你借钱那时候 他跟宋丹丹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 但是好像关系已经有点不太好了 因为我记得 这个有一次啊 英达还请我去他在这个 海淀那边啊 他的一个祖宅 是当天他爸爸 他爷爷他们在那里建的一个祖宅 呃 在一个那个半山上 好像在温泉吧 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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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的一个自己建的那种别墅 啊 这个这个去吃饭 啊 当时还有几个 这个圈里的也是 是一线的这个明星吧 男女都有 晚上就吃饭吧 他这个这个我们口味也差不多 都喜欢吃这个天父号的酱斗子啊 吃点这个卤菜啊 反正就是肉食为主啊 吃多了 也喝多了 啊 他实际上呢 也讲了一段 他和这个 中丹丹之间的 这个这个 关系吧 这个不太好的 这个有可能会怎么样 啊 也讲了一些东西吧 反正他也挺痛苦的 他那会儿已经 实际上他那会儿已经跟那个 梁欢吧 已经在一起了 那时候 嗯 行 那关于宋丹丹和英达 您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呃 这一集先讲这么多吧 咱们这一集讲这么多 你把它阻截一下 我就是讲四季 什么事啊 我们下集再看看再接着讲吧 好吧 行 我总结一下吧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就能看出来 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吧 对于像什么英达呀 宋丹丹这些吧 就都是来陪这个雪石先生吃饭的 啊 然后有问题呢 出了问题 其实不光是他对吧 当时就是像冯小刚 赵宝刚什么的 如果缺钱了呢 也都得来找这个雪石先生 对吧 嗯 嗯 不光是找我一个人 所有老板他们都会找 对 谁能找到钱 谁都会找 对 当时反正就是找他们这些吧 然后 当时 但是有一个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你说你当时是搞房地产公司的 对吧 这你刚才你自己说的 对吧 当时是搞房地产的 这个对吧 是不是 然后 那个 关于英达 当时这个诉苦的事 就不说了 这个事呢 这次不说了 以后都不说了 好吧 就不说了 别的事呢 就 是吧 别的事也 也不说 没法说 有些事呢 没法说 人生吧都是很艰辛 我刚刚啊 其实录之前啊 我跟大哥聊天啊 我也说 我总是相信 我以前在我们天津就看了很多这种 有的人就是人生很惨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自己不努力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命 我是相信上帝毛总结是一个命 有些时候人不与命争 有些事呢 其实你也很难怪这个当事人 是吧 我觉得我的总结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 人怎么说呢 最后 今天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这个补充补充几句吧 行 当时这个 英达这个 在这个董萍这个保利华一旗下啊 做节目 同时跟他一起 跟在 在这个这个董萍下面呢 还有盗宝钢 他们的两个公司 当然还有一些那个余东天的 那个什么博纳的 他们都是在董萍的手下 啊 董萍是老板 他们都在下面给他做什么 导演做自拍 就承包 带有承包性的 你三个是以公司的名义 跟他们合资了 因为这个保利华一当时 最近很大 保利集团 大家都知道 那是贺龙那个儿子 贺鸿飞吧 对 贺鸿飞吧 把他当老子 贺鸿飞 这个这个 也比较有钱 实力比较雄厚 投入不少钱 完了北京 北大当时呢 这个这个 呃 也有一个一个 怎么说呢 当年的北大的学生会 的一个主席 把出面党的公司 和保利合资的 有钱 但是呢 没有内容 所以就找了一大批 这个影视界的大腕 去他们那个下边 就搜编到下面去 在他们的每个公司里面都 掺个股 有的是空个股 占不少股份 然后就让他们做节目 但是呢 过程当中确实 董萍这个人呢 不太地道他们 他好像据我了解 他不光是坑了这个阴达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盗宝帮 好像也是有些地方 也是做的不太好 后来 赵宝钢啊 移动他们后来都独立了 都跟他们总经三连 都出来自己做 所以天下没有白给的宴席 嗯 我就记得好像你说王中军 王中雷也跟董萍一起合作过 是吧 是呀 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文化圈 应该说做的比较大的 资金比较雄 因为做文化圈就是要有钱 要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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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参变 当时真的拿出现金的圈里的公司 就是那个保利华裔 是因为背靠的保利集团 保利集团呢 多有钱 资金雄厚 这个小平同事的那个什么 外孙女和子女吧 赵宫菲也他们都在那个地方 这就不涉及当然人家不乱讲 反正这个将来有机会的咱们做一期 将来保利 那也是什么都做 连军火都做 那你看现在的保利地产 那做得多大 嗯 所以说呢 这些北京只要有点名的人物 包括不仅限于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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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 包括后来做的也比较好的 这个马中军 马中军的那个那个公司 铁佛的那个公司 包括他们那些旗下的艺人呢 这好多都在董萍手下干过 后来这董萍由于太不会做人了 保利翻脸了把董萍给他们的轰出去了 后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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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然后让他离开了这个保利华业 他才自己去搞别的去 我自所以比较机会的巧合知道这些事了 当时这个保利华业把免他走的时候啊 当时这个保利站的这个股份这一部分呢 曾经给我掐盘过 想把这个股份让给我 总军找过很多次 后来我也动了点心 我记得是在韩国的季州还是在哪吧 他带了几个明星 小眼儿 现在都算是一线还不错的 当时都还一般呢 跑到季州我们那里待了几天去谈了 后来我记得我的那个 我还找了一家会计事务署啊 对这个保利华业的整个资产状态 进行了一下那个清产合格摸底 他当时旗下钉丝前 真正能来钱的不烧钱的 就是那个现在叫旅游卫视频道吧 当时是海南的 当时是海南的卫视 就这个频道还只涨钱 但是他要价太高 要价太高 最后谈了三个多月 就半年吧 要价太高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值 后来我没有收购他 等于呢 这么个情况 我问一下 等于就是说当时呢 董萍想找你呢出面 帮他呢把这个保利呢 直接把嗯 从那个母公方 保利要开他嘛 不要他了 他就想把保利开了 他就把钱给人家 把股权给人家 最后因为我没买 导致他被保利把他砍 等于要当时你要是 等于当时你要是同意的 给他出钱 你们一起就把保利买下来了 就把这个公司买 就把保利的股权买 保利就退出了 好吧 保利当时跟他就翻两个 就把保利给了三个多亿的 保利的这个流动资金 他他妈的四个条组 全给他妈的招了 全都给花掉了 也没出几个节目 而且下面那些 当时保利愿意投资也是 因为他号称 像什么赵宝钢啊 冯小钢 英达啊 义干人啊 从马东军啊 铁土啊 这帮人 都是他的这个兄弟 他一声招呼 这帮人都来 保利一看 哎呦这个董金这家伙 手上有料啊 有那么多这个顶尖的这个艺术家 这样才给他投资 后来就发现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下面搞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搞得特别不好 都翻两块跟他跑了 这跑了就不干了 但钱也花了 咋办啊 就要开了 这两条路要么你滚蛋 要么你就是找一家企业来接盘 我们滚蛋 就是这样 好 那您还有什么叫补充吗 今天 这一集就说到这儿了 我怎么挺累的 说说说有点累 反正他这个 哎呀这些乱事挺多的 我们以后也可以讲讲 天上人间啊 讲一些更加有趣的这些 这些事儿 我将来想再讲讲 前两集曾经点到过的三座门 行 三座门那里面可是 找个机会来讲讲他们想讲 反正我现在在这边咸鱼也喝也没啥事 待着聊天 聊天 你陪我聊天 聊天 而且咱们都 而且说实话 咱们得实话实说 咱们现在聊的都不是关键性的人物 你们能听得出来 对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聊的都是 就是说无所谓 就聊着玩的 你明白我意思了 就是说对于学生来讲 这些都是无所谓 聊着玩说着就说了 不说也可以的 知道吗 那些不能说的都不能说 明白吧 就这么个意思 不过你刚才说到天上人间 我想插一句补充一下 就是说曾经说到过 就是说咱们讲陈道明的时候说过 陈道明他搬家把路占了 当时赵立宏洪姐 对吧 两进两出秦城的大姐 大姐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 拿了两辆奔驰 把你们院的门给堵了 堵了之后 当时雪石先生想要出去 出去他给堵了 不让出去 不让出去之后 我记得当时你说 因为赵立宏好像是跟天上人间 今天秦晖关系特别好 当时我记得你说 你就是给天上人间的秦晖打了个电话 让他说的 这个是吧 对 反正就是通过这会儿 就是说反正既然你说到天上人间的 咱们这秦晖是能说的 对不对 你想想当时全国遍地都是夜总会 天上人间能成为顶级的夜总会 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那些服务员 也叫小姐 数字都比其他一种要高很多 他的来源可真不是大街上的农村的来源 基本上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 怀揣的理想来闯北京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女孩 所以他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反正当时洪姐赵立宏 他们自己都是搞摩托公司 对吧 参加摩托大赛 所以之前也说过就串上了 我就说反正讲到这咱们知道之前不讲过吗 洪姐旗下的有好多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们 然后到人家秦晖那去上班 对吧 等于就是说因为当时弄了一帮小男孩小女孩 你有时候有活的 就是说不是说都有工作 对吧 没有工作时闲也是闲着 就去天下人间就兼个职 这样子来讲 秦晖对于赵立宏 一个是有恩 另外人家算是上游 人家用你 你就有钱证不容易就没钱证 所以当时洪姐是非常给秦晖面子的 就是说你就知道 就为什么一个电话 洪姐就撤了 天下人间他的服务员的来源 渠道非常的多 因为提供的都是一小部分 还有一些更大的 这个北京演艺界的那些大牌经纪人 经纪公司也往来也输送一些 当时还不出名的北电中戏啊 这个军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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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具业的这些小孩 也因为北京生存很艰难 北漂是不容易的 要是要和没有戏的都需要挣点小钱 但是又希望去这个比较高档一点的地方 这样的起码客人的质量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 他那个这样之所以吸引人 全球的这个大管显贵 我就可以这么说 全球的大管显贵 都会去天下人间 去放松一下 清重一下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服务员的质量 就女孩的质量都非常高 都是经过良好的教育 形象气质都不错 也比较高养 好 那天上人间这个要讲的 讲的就比较多了 咱们今天反正就讲这些 咱们就是说 呃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 其实实际上之间呢 是黄昏相扣的 对吧 那你就知道了这些人呢 都是有关联和挨着的 对吧 咱们以后呢有机会 咱们再讲 因为天上人间呢 那我曾经跟那个雪石先生聊过 天上人间这个事要聊的话 牵涉太广 能说的呢 也就秦辉 其他的呢 我看也都是吧 都不太好说 所以呢 回来再说吧 今天先讲到这儿 好吧 好吧 那谢谢雪先生 好啊 没事没事